大家好,我是游书老K,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,我们继续来看连环画《杨家将演绎》的第十回,大家有看书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关注,谢谢大家。 上回说到杨六郎来到嘉山寨后,收服了孟良交赞两大将,凡人为福,编幻大俭,这年中秋佳节,六郎与众将在寨中饮酒赏月。 俗话说,仁逢嫁劫被私亲,六郎不禁也想念其亲人来了。 久至半憨,六郎对众人说,我赴令公,为国捐躯,战死于胡元谷,至今仍抛股一帮,不知何日能取回先父一孩,以尽人子之道。 说吧,山然泪下,中秋酒宴,不欢而散,孟良自私道,我蒙长官三次不杀之恩,当尽力图报。 今夜我就前往胡元谷,取回阳公一孩,孟良主义已定,便悄悄溜出营寨,不予众人之道,一个人直向胡元谷而去。 次日寨中不见了孟良,众人急忙抱之六郎,六郎大惊。 月圣说,准是他贼姓难改,又逃回山林去了。 六郎不信,说,孟良为人虽粗,但置如今时,不置不讲信义,干此没出息的事。 众人狐疑不定,六郎也闷闷不乐,且说孟良装作侨夫来到胡元谷,到处寻找杨令公一谷,但全无下落,心中烦躁不安。 路上他遇到一个藩兵,便用藩语问道,听说此处藏有杨令公骸谷,如今为何找不到了? 藩兵道,一月之前,萧娘娘命人绝出一孩,葬到幽州洪阳洞去了。 于是,孟良又假装成藩人,日夜赶路,往幽州去。 这日黄昏,他来到幽州城外,碰见一位老渔翁。 孟良问道,你老要进城吗? 渔翁点头说,明日是萧娘娘受担,按利要献鲜鱼祝贺,明天一早就要赶进城去。 孟良听了心中暗喜,便说,我是藩帅帐下的马夫,明早也要进城,我们俩正好同路,一起走吧。 于是便和老渔翁结伴同行。 当晚,他和老渔翁一道投诉在幽州城外一家客店里。 晚上,孟良买来许多韭菜请老人家,他连劝带罐,把老渔翁弄得烂醉如泥,不省人事。 然后孟良便偷了老渔翁的衣服和牙牌,趁深更半夜旅客睡熟的时候,悄悄地离开了客店。 孟良身穿渔翁衣服,手提鲜鱼,天刚破晓,就来到幽州城门口。 守城兵足验看了他的牙牌,以为真是像萧娘娘陷于祝寿的渔翁,便放他进城去。 黄昏时分,他趁黑偷偷溜到野外的红羊洞,见左右无人,他便钻入洞中,点了火炬。 洞中有一小土墩,墩上有块小石碑,上面刻着令宫中三个字。 孟良掘开土墩,挖出了一个石峡,打开一看,见里面盛着骸骨,于是便用包袱将骸骨包了起来。 孟良背了骸骨,刚走出洞口,就被巡逻的藩兵捉住了。 他们搜查了孟良的包袱,见里头包着骸骨,便说,你定是宋朝奸细,来此偷骨。 孟良盲说,小人是打鱼的,昨日同老父一起来为萧娘娘献鱼祝寿,不料老人多喝了几杯玉酒,醉死了。 阴家相远,只得焚化尸体,带一股回乡安葬。 说吧,娃娃直哭,帆兵见孟良一身渔民打扮,眼泪汪汪,信以为真,便把他放了。 孟良背了包袱,匆匆赶回客店,将骸骨藏好。 他在客店中又打听到,西梁国进贡中国的一匹素双宝马, 路经幽州时被藩军劫走,献给了萧娘娘。 孟良心里一动,想,我和布偷了这匹宝马,好送阳公一股回去。 他拿定主意,便装作陷于祝寿的渔民,混进皇宫。 孟良偷偷来到马厩,果见有一匹骏马,闭眼轻踪,高有六尺,不禁暗暗叫好。 于是他便将要悄悄抖进马料理。 果然,第二天宫墙上贴出了一张大榜文,说素双宝马病了,谁人能治,急于重赏。 孟良大步走上前去,接了榜文,宫廷守军便带他进宫去。 宫官领孟良来到马厩,孟良煞有介事的给素爸马摸摸捏捏,然后便处方配药。 原来昨日孟良下的只是麻醉药,药性一退,马便醒了。 孟良撒下许多香豆,那马立即吃尽。 宫官以为孟良却是良衣,孟良治好了素双马,宫官上奏,萧娘娘大喜,急封孟良为燕州总管。 孟良急了,心想,我只是想偷马,哪里想做官? 他推辞道,喜奏娘娘,宝马心欲,还需精心调制,要每日带他到原野奔驰,方可避免就并复发。 萧后见他说得有理,便下指准奏。 孟良领了职,掀了宝马,回到客殿,取出了阳公一股。 待到夜静,他飞身上马,出了幽州城,守城兵将见他有萧后圣旨,都不敢阻拦。 天亮后,幽州城守将将马一出走之势,抱之萧娘娘。 娘娘大惊,立即派萧天佑率领轻骑追赶。 孟良骑着素双马,一路飞奔,眼见离三关只有二百多里路程了。 他回头一看,见后面尘土滚滚,只有帆兵追来。 孟良快马奔至三关关口,少军认得孟良,忙抱之六郎。 六郎大喜,急令岳胜交赞领兵出关接应。 孟良跑得浑身大汗,又饥又渴,见岳胜交赞率兵前来接应。 心中大喜,便溜烟跑入寨中。 岳胜百开队伍拦住萧天佑。 萧天佑历声大骂,贼人偷我宝马,速速归还,否则将踏平三关。 岳胜大怒,五刀猛砍,萧天佑举枪迎战。 二人战了四十回合,不分胜负。 焦赞见了,便大喊一声,声如雷鸣,从阵中冲出来驻战。 萧天佑前后受敌,战不过二将,忙须晃一枪,拨马便走。 焦赞月胜承虚带兵冲杀,翻兵大败,自相践踏,死伤不少。 他们直追至禅州地界,才名罗收兵。 孟良高兴地来见六郎,把取回令宫一股与盗取肃双宝马的详情,一一禀告。 六郎感激不尽,败谢道,大恩大德,严昭定当图报。 六郎派人将肃双宝马送到汴京献与皇上。 真宗得了宝马大喜,下旨重赏六郎、孟良等三关兵将。 肖天佑在三关打了败仗,很不甘心,便一兵攻打禅州。 禅州手将向朝廷告急。 真宗下旨,命三关都指挥杨炎昭率兵前往救援。 六郎命孟良坐先锋,又命越胜领兵驻战,自己带领马军两千随后接应。 六郎兵马赶到禅州,在平川旷野摆开阵势。 孟良提府来到阵前,肖天佑见了怒骂道,偷马之贼,尚赶来战。 说罢,举枪直奔孟良,孟良恢复迎战,两人战了三十多河,不分胜败。 翻将耶律帝提刀,骑马出阵驻战。 一声鼓响,月圣也冲出阵来,迎战耶律帝。 四将敖战,杀得难分难解。 肖天佑回马扬拜,孟良紧追不放,眼看越追越近, 两马并驾齐驱时,孟良举府猛砍,只见金光四蹦, 肖天佑没受伤,孟良大吃一惊,孟良转马便走。 肖天佑又回头杀来,宋兵被冲得四散奔逃。 孟良逃回寨中,将肖天佑府不能伤之事告知六郎。 六郎半信半疑道,难道世上真有此怪人? 待我明日亲自上阵,看个究竟。 肖天佑回到军中,对部将道,孟良月圣都是能争善斗的英雄, 只一智取,不可立敌。 然后便设下圈套,向部将交代一番,重将领计而去。 肖天佑调兵遣将刚完,外面急报,送将前来挑战。 肖天佑心中暗息,立即披挂上马,率兵出营, 一计而行,步了预想的阵势。 肖天佑挺枪,直奔越胜,越胜五刀迎战。 战步竖和,孟良交战从左右两边冲出阵来助战, 三人围住肖天佑大战。 肖天佑立敌三将,又战了几个回合,便扬疏而走。 六郎围看个究竟,便从旁冲出,紧追不放。 六郎飞马追,尽肖天佑,挺枪往其背上猛刺。 只见金星迸发,枪不能入,他不禁也大吃一惊, 使信孟良所说是真。 原来肖天佑穿的是特别的护身保甲, 越胜孟良等取兵追赶,被肖天佑引至一处山谷的谷口。 六郎见山势险乐,忙乐驻马, 下令道,山里恐有伏兵,且慢追赶。 宋兵正在进退,不觉之时,孟良自夸道, 此处山路,我顶熟悉,谷里只有一条小道可通雁灵。 藩将不知底细,退入死路,我们正好攻击。 六郎听从孟良的话,率众追入山谷。 但进谷后却不见藩兵踪影,众人都惊疑不定。 六郎只以中计,急令退兵,但几迟了。 只听谷口筋骨齐鸣,杀声震天。 藩将耶律帝带领伏兵,抢占了谷口,把宋兵围困在山谷里。 孟良月圣率兵,拼死向谷口冲杀。 但山上史实如雨般纷纷打下,宋兵死伤无数,只好又退回谷里去。 孟良月圣回兵进山,想从后山通雁岭的小道杀出去。 但见山上惊奇飘飘,唯一的小路也早已被藩兵切断了。 宋军被困在谷中,无忌脱身。 月圣道,我等外无旧兵,内无粮草,如藩兵乘须杀戮,岂不是坐以待毙? 不如趁人马上墙,冲杀出去。 六郎道,还有一处求援之地。 此去五台山不远,若得一人,前去抱之无凶五郎, 请他率众来源,内外加工,则可脱险。 只是无人能出得去。 孟良由于一时冒失,致宋军误入险地,深感内疚, 于是自告奋勇说,我可半座藩兵混出谷口,前往五台山请救兵。 六郎答应,孟良即刻卸下盔甲,装作藩兵,辞别六郎连夜出山。 要之后事如何,请看第十一集,杨禅师下山。 第二,杨禅师下山。 感谢观看